玩马可 别再做穿透了 这一套装备攻速190没有穿透 而对面的向羽六神装有三件物抗 那咱们一梭子过去打向羽有没有伤害呢 答案是没有 当然没有了 你穿透都没有怎么会有伤害呢 所以打出真伤被动以前 咱们一梭子只能打掉向羽20%的生命值 而如果你想打掉向羽剩下80%的血量 靠的是你真伤覆没以后的真伤 因为有真伤 所以咱们才能一套把向羽给秒了 所以当你没有穿透的时候 一套技能过去 80%的伤害来自于真伤覆没以后 那如果有穿透呢 咱们把寒霜卖了出破桥 这一下穿透有了吧 雾上的占比能不能提高呢 答案肯定是有 这一次咱们一梭子 竟然打掉了向羽26%的血量 提高了6% 那向羽剩下的74%的血量 你想快速打掉 同样是一套秒 你就靠的不还是真伤吗 所以当你有穿透的时候 一套技能过去 有75%的伤害来自于真伤覆没以后 因为有暴击的影响 这个数据可能稍微有一点起伏 但我重复测试了一百多次 老祖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在真伤覆没打出来以前 没穿透 一发一技能一梭子 只能打掉坦克18%到22%的血量 有穿透则是22%到28%的血量 差距有没有呢 有 差别大不大呢 不大 甚至于如果你运气好 第一梭子的最后一发子弹出了暴击 那么不管你有没有穿透 反正第一梭子的伤害是几乎一模一样 那么你看运气不好 没穿透比有穿透伤害差的6% 运气好几乎一样 那么请问 马可做穿透的意义在哪 我根本就看不到啊 马可的装备到底该怎么出呢 如今这个版本如果你的手法不行 那么你要么跌180%的攻速 去卡马可最高攻速档位 剩下的装备你出肉 能扛能打还能直接一波 毕竟半肉的容错率肯定是最高的嘛 不要去怀疑一个半肉马可到底有多恶心 也不要去小看半肉马可的伤害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很离谱 所以这一套装备 新手可用而且好用 不怎么吃手法不怎么吃操作 容错率巨高 我用我行你用你也行 那如果你的马可稍微有一点手法 你对自己比较自信 并且发育还不错的话 那第二套就可以试一下 这是目前我试过伤害最高的一套了 这个是我偷师国父学的 装备这一块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考验的是你的手法 这里的破晓不是为了穿透 而主要是为了攻速啊 因为上个版本这玩法是双无尽 现在多了一个攻速档位 那有暴击 有攻击力 有攻速 也只能是破晓了 最后一套 如果你的马可完全不会 你就想体验一下这个英雄 那咱们就放弃那个180的攻速档位 咱把鞋子摸视电道一出 去卡130的攻速档位 另外三件我出肉 伤害有没有呢 有 伤害高不高呢 不高 但是兄弟啊 你肉啊 你想一想 你一个坦克 你还能很轻松的去打算另外一个坦克 这是一个什么场面 这就离谱好吧 以上三套 这是这两天我测试的 马可的各种玩法 个人觉得最强的是第一套半肉 没办法容速率高 毕竟老猪我的战力也只有666 及格分嘛 不算很秀 所以容速率对我来说更重要 最后补一句 顺略是因为试装备试的 不是我菜